欢迎回来MEN TV 我是Amen 那今天呢我们主题就是 教你们如何去打开这个X50的YouTube 然后你的Waves啊 这些都可以去打开 那具体怎么打开来呢 等一下就跟着我这个步骤 我会教学给你们知道啦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从网上做researching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一个论坛啦 他教你们如何把这个安装包 放进一个PenDrive里面 再把这个PenDrive插进去你的车 然后他就自动把你破解 算是破解吧 就有些车是需要破解的 一些车是不需要 他就会把这一个车的那些 Lock啊 就是你的Apps Lock 打开掉 你就可以安装一些其他的软件了 例如Waves啊 例如YouTube这些东西都可以看 那具体怎么着做 就跟着我下面这个步骤一起做吧 那首先你们就准备一个PenDrive 还有一台电脑OK 然后下面步骤就跟着我继续做吧 OK 这里你们把PenDrive插进电脑之后 你们就要选择这里 right click 选择格式化 然后这里你需要选择FAT32 也要格式化掉 然后你就按开始就行了 然后确定 OK 你格式完之后呢 才可以把等下的那个FAT 放进你的这个PenDrive里面 它才会跑的哦 OK 像这个画面呢 你就看到这个网站 等一下我会放在说明的那边 就是这个gibhub啦 这边有一个网友呢 叫Xeon1989啊 它提供了这个安装的软件 那我们可以跟着它的步骤去安装啦 那首先呢就是刚刚的那个USB 你需要format掉 然后要under这个FAT32啦 那之后呢 你就倒入这个installation script 你把它倒入下来 然后解压缩 你倒入 按下去就可以倒入了 这边下载嘛 然后这个zip法你要解压缩 OK 解压缩过后 你就得到这三个FAT 这三个FAT 你要直接的放进去这个PenDrive里面 除了这三个FAT 以外不可以有其他东西哦 然后就把这个PenDrive拔出来 你就放进你的车 插下去就行了 它就自动的帮你去做一个安装啦 它过程里面会跳一个installation block 然后你要去setting这边 把它打开来 这个unknown sources把它打开来 之后呢 它就自动帮你安装了 你就会有youtube啊一些waves啊 你就可以额外的装这些东西了 它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要解除安装的话 你拿这边how to uninstall 你只需要在那个app上面呢 然后点击99 把它uninstall掉 你就可以退出这个功能了 真的非常的简单 那刚刚那个方法呢 只适用于那个617跟618 如果你的version是在617 618 第二版本呢 就是after3月2号之后 你更新的版本 就是所谓的version 2 或者是我的582 或者是581 这些都需要做一个flash啦 就是所谓的就是要破解了 再装这个version 1的版本 就是跨更新 跨过来更新这个版本而已 你才可以去做一个安装啦 所以这个方法呢 就会破坏掉你的这个warranty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东西啦 不过你们想要去做的话 可以跟着它的步骤去做哦 OK 这个方法比较困难一点点 你们可以跟着它的步骤去做的 OK 那我们回到车上就把这个pandrive哦 你往这边一看 它这边其实是有一个USB的port的 等一下 OK 这边有一个USBport 你把它插入进去哦 OK 插入了 接着你看一下你这边 它就会显示这个detect了 然后你就按cancel 那之后呢 你再等待一个三到五分钟 这样子哦 你的整个车的system就会重新restart 那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player里面就有了一个YouTube啦 一些warranty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了啦 然后你可以去安装一些其他的apk 就是一些其他的软件 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哦 都可以开始安装了 因为它已经打开了这个log了嘛 那 这一个呢 我这边list一个表哦 这几个version哦 是可以去安装的 就是不需要去 类似破解的 就是这个618跟617这两个版本 这在差不多3 今年3月的时候 才有这个版本的 如果你是更新之后的哦 就是可能644 还是其他以外的版本 就不行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617跟618 以外的人都需要去做一个破解啦 就类似我们跨更新 我把这个安装包丢给这个车 去更新到强制更新到这个版本 这样子哦 这辆车的这个可能是player的warranty 就会没有掉了 那做这个动作之前 你们必须有一个准备啦 不是可能在更新的过程中 会损坏这辆车的player还是怎样子的哦 你们确保你们可以承受这个风险才去做这个动作 OK那Apple CarPlay呢 我现在目前是使用不到的 因为我这辆车的system的那个version 是在054多吧 这个版本里面哦 所以我是需要去破解这个版本 把它强制更新到这个617 618才可以去做这个安装包啦 那所谓的这个Apple CarPlay呢 就是讲我这辆车哦 它要通过这个更新 我可以额外的安装一个安装包在那边 我需要再购买另外一个东西叫做CarLink Kit 就是一个无线跟有线的东西啦 插入这辆车之后 我才可以透过那个Apps呢 打开来 然后我才可以使用Apple CarPlay啦 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明白吗 就是讲 我这辆车如果是没有那个Apps的话 我是不可以用Apple CarPlay的 OK OK那至于我们来讲 看自己的system的version在多少呢 我们点击这个system哦 然后点击你的system 这边有一个software update嘛 你往下滑嘛 就有一个about 点击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version啦 这个00581就是我现在这个版本哦 是蛮旧以下的版本 这边只有显示617 618 你才可以不需要破解去安装这个Apple CarPlay啦 那如果你们已经在这个版本 或者是644的哦 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幸 你需要去破解啦 那破解的后果就是你们会损失掉这个warranty啦 OK 所以做这个之前麻烦注意一下哦 那之前一个网友呢 他问我这个支架是什么牌子 那其实就是这个牌子啦 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下哦 那它刚好可以卡着这个叶片 那整个是不会垂下来啦 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也是可以充电的就是无线充电的 或者是你直接接了电话的充电哦 你接了插头这边直接放下去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只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我电话放在这边的时候哦 我的门把开启会打到他 那开门之前就把电话要拔下来啦就比较麻烦一点 不然你一开了你电话就是直接就往下掉了 我后来我这边接着的其实就是这个充电头啦 这个是Basis的 这个充电头 网上都有在卖的 这个充电超级快哦 but 有可能会商业电池啦 所以你们可以网上找一下哦 我是用着这一个